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积福 反而饥饿 一起来听 要知道 财富的多少跟自己的福报有很大关系 如果你具备往昔不失的果报 那么不费吹灰之力 就会拥有一生想之不尽的财富 因此 你若想财富源源不断滚滚而来 就必须精情地上供下施 这是发财的唯一办法 这种果报即使你精神中没有献钱 来世也必定会无期获得 人间是业力之地 前半生造业 后半生大多数都会成熟果报 倘若你遇到殊胜福田 那么转眼之间 善果成熟也是有可能的 就像咸鱼经理的一个人 家里非常贫穷 天天靠砍柴去卖来换点食物 有一天 他建议为毒爵找不到饭 就把自己的食物全部供养 然后去山里砍柴时 他遇到一只山兔 远远地把镰刀抛过去 兔子当下就倒在地上 他正要去拿时 兔子变成一个死人 直接跳到他背上 抱住他的头 他刚开始很害怕 白天怕人看见 不敢回家 只好等天黑再把死人背回去 一到家 死人自然落地 变成了一具惊人 后来 此事传到国王而立 国王亲自去看时 见到的只是一具死尸 可是在这穷人眼里 却是明晃晃的金子 穷人还拿了少许金子 献成国王 国王一见金子 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 就问这是怎么来的 他说是供养的缘故 国王听了很欢喜 就拜他为大臣 让他享有种种尊荣 所以因果观念 对我们来讲特别重要 尤其是作为佛教徒 如果你对因果不相信 最好先不要高攀大法 而应该学习百叶经 百鱼经中的因果公案 以及英明适量论中 对此的详细剖析 看因果在名言中 是怎么存在的 它跟外道的道理 有何不同 假如你有了因果证件 在此基础上 修什么善法都很方便 就像一个农民有了田地 就可以在上面 种各种庄稼 不然你连最基本的 因果概念都没有 那贪求再多的其他功德 最后也可能毁于一旦 因而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些关键窍诀 不要为了发财去欺骗别人 或者一门心思干些偷盗等勾当 不然内心所想 与身体所行背道而驰 最终不但来世 会于树结中剁为恶鬼 受苦 今生以业力感召 也会变得越来越穷 越来越惨 即便拥有畏乎其微的财产 自己也没有权利享用 就如同以前有个人 好不容易买了本好书 却被另一个人抢走了 17年后他还念念不忘 不停地念叨 但却无计可施 这种现象也跟自己的福报有关 还有些人深信吝啬 越富裕就越觉得贫穷 似乎自己一无所有 甚至财产也成了造恶之因 这些人虽然拥有大量财富 看似财力十足 但这些钱若自己舍不得用 也不愿上贡下施 为今生和来世积累福德 那么他们比穷人更可怜 为什么呢 因为穷人虽然没钱 但却没有守护财富 积累财富的压力 每天活得很轻松安闲 可是这些身价不菲的富人 不要说拿钱做功德 连自己吃穿都舍不得 现在就已感觉到了 恶鬼的等流果 入中论事 讲过一种守财恶鬼 天天置身于财宝的周围中 却只能看而不能用 或者也像大企业的财务管理员 银行的点钞员 整天都在拼命数钱 一笔笔巨款从手中经过 但自己口袋里的 却寥寥无几 以上所讲的这种现象 究其原因都是不清净不失的报应 皮耶索问经讲过33种不清净不失 送别人酒肉烟都属于这个范畴 倘若你前世做过不清净不失 今生就可能变成守财奴 每天对金钱看得到也摸得着 但自己却特别贫穷 根本没有权利使用 佛陀在世时 曾在加比罗为国讲法 城里有一位富有的长者 虽然很有钱 但适才如命 当时佛陀僧团以脱波为生 但是这位有钱人 一看到出家人 就赶紧把门关起来 不愿意不失供养 如果有乞丐来乞时 他也是闭门拒绝 像个守财奴 长者渐渐年迈老衰 有一天他对儿子说 我辛辛苦苦地守持家产 现在交给你 你要记得和我一样守好家产 不要轻易不失 不久他就往生了 当时城外正巧 有一位孕妇即将临盆 这户人家非常贫困 他开始产前振痛时 先生无奈地对他说 我出去工作又起时 一直没办法维持你我的生活 现在又要多一口人 我怎么养得起这个家呢 我不想看到这个孩子出生 我要离开你们 结果先生就抛下了太太 他内心无比痛苦 挣扎 当先生离开后 他产下一个男孩 这孩子的眼睛一直闭着 过了一段时日 还是没有睁开 这时候他才肯定 孩子也忙了 但是他无论怎么穷困 辛苦 也要养活这个孩子 他每天带孩子出去起时 母子俩相依为命 当孩子七岁时 有一天他病得很重 只好让孩子独自出门起时 平常妈妈带着孩子 还有人施舍 现在妈妈病了 反而没有人同情这个孩子 而且人见人厌 甚至被一些孩子扔石头 有些大人还用竹子鞭打他 不知为何 大家都很讨厌这眼盲的企儿 他回家后向妈妈哭诉说 我没有起到食物 大家都欺负我 大人打我 小孩向我丢石头 我无法起得食物给妈妈吃 母子俩相拥而弃 连续几天都没有乞讨到食物 只好靠喝水过日子 勉强维持生命 等妈妈的病好了一点时 儿子就搀扶着妈妈 由妈妈带路出去启食 他们走到城里 一间很大的房子前面 心想 这间房子的主人一定很有钱 有钱人分一两碗饭给骑着 应该不算多吧 于是母子俩向他们乞讨 但是这房子的主人 曾对守门的人说过 门口几尺内 不要让乞丐靠近 如果有乞丐走到这范围内 就赶他们出去 所以守门的人在外面 看到这对乞丐母子走近了 急猛推他们说 不要过来 我们的规矩是 乞丐不能走进门前 乞丐妈妈一直求他们 我已经几天没吃饭了 我孩子还这么小 求求你给我一碗饭 孩子也一直说 求求你 求求你 拜托你 哪怕只是半碗稀饭都可以 他们苦苦哀求不肯离开 这时候主人出来骂道 乞丐 你们怎么可以到我家门口 赶快走开 出去 但是母子俩仍然缠着不走 后来主人就叫人打他们 孩子被打得头破血流 母亲也被推倒在地上 这时 有一位出家的修行者 从旁经过 劝阻他们说 不能打了 不能打了 世间哪有这么不孝的人 父亲辛苦赚钱 让儿子享受 儿子竟然还出手打父亲 真是忤逆不人道啊 有钱人听了觉得很奇怪 他说 我什么时候打父亲 我父亲已经死了好多年了 修行者说 因果不昧 这起儿前世就是你父亲 他在世时守财如命 不仁不义 所以投身在贫穷苦难的家庭 他赚了那么多钱让你想用 你竟然连一碗饭都不愿施舍 这难道不是忤逆不仁吗 这个有钱人怎会相信呢 他说 喂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会知道这些事 修行者忽然视线菩萨像 他抬头一看 不由自主地高呼 是闻出菩萨 然后马上跪下求忏悔 起而前世为长者 因没有仁爱心 命中之后随夜流转 投生到贫穷人家 成了乞丐盲耳 不仅人见人厌 还被人打骂扔石头 这就是他懈怠堕落 不肯及时行善的果报啊 综上所述 我们作为修行人 吉生中 知足少欲很重要 在此前提下 对前世的因果 也要值得重视 倘若你自己有福报 经常无情就能得到财富 那去享用也可以 但若实在没有福报 今生再怎么努力 也不能如愿以偿 那也没有必要太伤心 只要生活过得去就可以 不应该要求太高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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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